如果这个有严厅的人是一个上司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上司肯定我们不能跟普通人这样处理 那如果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个上司有怒气 而这位姊妹又被他击了 那怎样说柔和说话呢 那我就会说的 总是当一个人有怒气的时候 他发的生气就不是一个时候去谈的 是不是正能起打算反对面的话 那说法在生气的时候 可能 大家也说对不起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开心 这不一定代表我们做错的 如果他在那里发生气 那你就说对不起 我他 Tact态来了iso 对不起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们和我们安静的时候再谈 但他可能是不要正向你来 因为上司有什么不好 你說什麼都會收拾那句說話 因為他在你在上 你說安靜 你即是說我不安靜 我何時不安靜 那句說話已經是不安靜的了 我就會說 總是說接受他的問題 我知道 我知道你現在有點不開心 我也想找解決方法 不如想想怎樣解決 我也願意的 即是說無論 有時普通人也好 普通朋友也好 或是上司也有一個原則 我們未必按照世人的方法 找到一個公平的處理方法 那是什麼意思呢 基督徒成熟 是願意讓步和謙卑處理 有些人就覺得很不值 基督徒讓步和謙卑處理 覺得很不值 一人覺得這樣就縱容他 基督徒才會這樣 非基督徒罵過 大家鬥過 結果是不會好的 所以基督徒就說 我也想那件事情 能夠有一個好一點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總是 就算我對方錯多些 我自己錯少 我都承認我有些少錯的地方 我有錯的地方 但不要說自己少錯 我承認我有錯的地方 我們怎樣可以找解決的方法 而不是說 你錯了 你錯了那麼多 那這個方法 就什麼人都不行的 但普通人就不是這樣的 他就直接說 你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所以就打架 殺人 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在這個上司的情況 我就會覺得 什麼說話令到他平靜一些 我們就做了 那有時上司是這樣的 有些上司是沒有辦法和解的 有些上司是可以和解的 為什麼什麼叫沒有辦法和解呢 他總是欺負下屬 總是說一些不公平的說話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那些你就在這裡做 你只能夠忍聲吞氣而已 只能夠接受為這樣 而心中化解 不要緊要不要緊 他不殺到我的 他不殺到我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如果你說為了一份工作 那一份工作是適合的 那你又是他不適合而已 那你就接受了是這樣的 我接受了是罵 但是我就會這樣 他每次罵 不要緊要 神在這裡讚我 我一直以靠神 神在這裡讚我 我相對可以開心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盡量化解 但是都是不舒服的 這種環境做工是不舒服的 但是有時你找不到一份好一點的工 那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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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都可能有些情況是 你找不到你想找的工 那你有份工好過沒有份工 那只有 哎呀 好了 好了 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好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有些老闆呢 是都有一些理性的 都可以談到的 那你說 好啊 多謝你提醒 我們不如找個方法 怎樣處理吧 那這個是 說話方面有很多種可能性的 就是說 你的意見都好的 那 不過你覺得行不行得通呢 用這個方法去問他吧 你覺得行不行得通呢 就是一個詢問的方法了 那麼 他比如說 都行不通那怎麼辦 那我一起去想一下 這個就是處理他那方面 至於內心 就需要發解了 他是 很無理取鬧 他是氣得我生蝦那麼跳 不過我不做生蝦 我呢 選擇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介意 因為我的生命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我不用生蝦那麼跳 而這樣呢 神就歡喜 因為我善待惡人呢 神是歡喜的 這樣呢 去 化解那種憤怒 那麼 但是依然是這樣說的 我會這樣說 一個人活在一個環境 永遠被人罵 永遠都是處理的 是辛苦的 是 我們 都希望找到出路 那個環境不是那麼差 那麼可以開心一點做人 譬如那個環境是 很舒暢的 大家 很開心地去 去做你應該做的事 這樣 這樣就最好了 但是人生不必有這樣的情況 有事不必這樣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環境 我們就珍惜了 譬如好像我自己來講 我感激神 給我這個福音宣教事工 我們因為路向很清晰 就是用聖經的方法 怎樣建立生命 又輕鬆起落 如果我發覺 我會找一個群體 和我配合 可能是難的 就是別人願意走這條路 他有他的條路的嘛 所以我就索性 我自己開一個新的機構 而你們又覺得 在這裡又開心 又學到東西 又應用到 又適奉 又得不神喜悅 我們就一起找到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開心的 起碼一個地方可以開心 還有這裡我們接受你的意見 你說怎樣做 我們這裡會更加進步 我接受的 我們可以怎樣提升 更加有效 我是很樂意聽你的意見 起碼這裡 你們有一個開心的地方 但是上班呢 是難的 為什麼 教會也有難的 那麼何方上班 上班不是遷就你的嘛 那麼所以我們 都接受 有些工呢 是有一兩成的辛苦 有些工是三四成的 有些是六七成 有些是十成辛苦的 那麼這個你就選擇了 就是說在這個工 是不是我們繼續下去呢 但是總是說 我在這份工我做也好 我就不再給他影響了 如果我給他影響 我就很淒涼了 所以我就選擇 我選擇活得開心 但是這件事 很多人來說是很難很難的 那麼我就會說 第一 整天讚美神 就知道神很歡喜 我讚美神 神就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而我也都找到我 一些開心的地方 咦我有些貢獻 我有做一些貢獻 總是找一些開心的原因 我有做一些有意義的 就是神又紀念 人又覺得好的 感謝神 還有老闆也有好的地方 例如老闆也有好的地方 他又不好 不過他也有好 就讚他 可能他又會開心一些 那就會減少 這個就是智慧 英文有句說話 Make the best of the situation 即你的情況已經是不好的 不過你make the best 是你只能夠去到那裡 譬如 假設 有一個人 我真的認識有一個人 就是這樣的 他很有心事奉神 他又很有才能 他是外國人來的 他是準備讀神學的 他又讀了希臘文 又讀了希伯雷文 哇 未讀神學院 已經讀完這些 但是他就覺得 他對一個姐妹 很有心 關心他 這個姐妹是有情緒問題 那當他 結果和他結婚之後 他發覺 結婚不是一個 幫助人的地方 來的 幫助人就是幫助人 你不要把結婚和幫助人 都放在一起 那結果他是讀不到神學的 那他 如果他去到這樣的情況 他又沒有問我 因為不是我負責他那個 他的群組的 那如果他問我 我就會說 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are 你侍奉不了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做到什麼 是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你能夠 珍惜到最好的 那所以有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說 雖然不是最好 不過我找一個 不好中的最好 善用現在有的機會 那我就會這樣回答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起碼你知道 現在我都是 做最可能做的事 所以我都開心 我都 有平安 有方向 那做人有意思 你 ц buyer 你爺 你長不見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